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当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祷告 耶稣舍利你宝座 让你荣耀充满全力 因你爱我们国主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十万国都忍住 我们是你的门徒主 我们同心合一 全心清白祷告 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 求一句我们孤立 我们同心合一 去你敬拜祷告 耶稣我们会以你指引 我们同心合一 当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祷告 耶稣舍利你宝座 让你荣耀充满全力 与你爱我们国主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十万国都忍住 我们是你的门徒主 我们同心合一 去你敬拜祷告 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 求一句我们徒弟 我们同心合一 去你敬拜祷告 耶稣我们会以你指引 我们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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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敬拜祷告 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 去你敬拜祷告 求一致我们不定 我们同心合一 去你敬拜祷告 耶稣我们会以你指引 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同心合一 宣告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 Hallelujah 祝我们赞美你 祝我们早晨就是要来敬拜祷告 祝我们早晨就是要来敬拜祷告 祝我们当你的百姓 同心合一的时候聚集在一起 我们就想加一支的荣耀送赞 赞美爱戴单单来归给你 祝我们给你配给我们的赞美 你配给我们的赞美 祝我们要继续在一起 来敬拜祷告你 祝我们要来回忆你对我们的记忆 祝我们要来回忆你对我们的呼召 能给我们的呼召 祝我们赞美你 Hallelujah 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同心合一 聚集清白祷告 为荣耀君王 乃与美道路 就一起我们不敌 我们同心合一 聚集清白祷告 聚集清白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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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祢 赞美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祢 我们每一次同心合意奉祢的名句集 主我们就叫将一切的荣耀赞美 爱戴 单单归给祢 主我们说我们要在这地上预备祢的道路 主我们要欢迎祢的再来 我们要欢迎祢的再来 恩典的主求祢带领我们 带领电视机前面 电脑前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让我们每一天醒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 亲爱的天父我赞美祢 耶稣我赞美祢 圣灵我赞美祢 主啊 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我们宣告今天有新的荣耀 新的恩典要领到我们的身上 谢谢主 听你孩子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各位兄姐妹 当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荣耀主的时候 我相信主就在这个时候 与我们同在 这是祂的恩典 也是祂的应许 好不好 在今天早晨 我们就一起来看 约翰福音13章的这一段经文 然后请敬拜团的弟兄姐妹 来帮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 从第31节 一直念到第38节 请 他寄出去 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 如今也这样照样对你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基教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各位弟兄姐妹 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 从31节读到38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那个注意力 放在彼得三次的不认主 可当我们今天再次地 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是希望透过这一段的经文 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这也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 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 要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第13章的一开始 耶稣为门徒做了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个老师为他的学生 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或者是一个愿意把他自己 降杯好像他学生的仆人一样 耶稣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为门徒洗脚 耶稣为门徒洗脚 甚至问门徒说 你们明白这事吗 门徒真的明白吗 耶稣希望门徒明白一件事情 他是老师 是夫子 他尚且为他所爱的这些门徒洗脚 更重要的是耶稣希望 他的门徒们也如此地做 不单单只是坐在老师耶稣的身上 也坐在许许多多耶稣所爱的人身上 当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了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 在这段经文当中 门徒也不甚明白到底谁要卖他 谁要卖耶稣 因为门徒实在不太明白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没有人知道是犹大 因为当耶稣对犹大说 你要做的 你赶快做 然后犹大就出去了 这也是在第31节一开始 31节一开始这样说 他说他寄出去 这个他指的就是犹大 犹大为什么要出去 因为他要卖耶稣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刻 因为耶稣三年的时间 带着这一些的门徒 教导他们 施行神迹歧视 他希望这一群门徒们明白 他所要带给世人的是什么 可是这一群门徒当中 却有一个人不明白 准备要卖耶稣 而且已经出去 31节接着在这边说 耶稣竟然对这一群人说什么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 什么是耶稣的荣耀 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的门徒 也告诉今天的你我 什么是耶稣的荣耀 耶稣的荣耀 是他要为那些他所爱的人 牺牲他自己 耶稣说他将要去一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呢 你们这些门徒不能去 那个地方当然指的是 耶稣的死所说的 在耶稣好像在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 耶稣告诉这些门徒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命令 那个新命令是要叫你们什么 彼此相爱 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当怎么样彼此相爱 因为世人认识这一些基督徒 认识这一些神的儿女 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只有一个路径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你们有没有彼此相爱 这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我 到底基督徒对于你我来讲 别人是怎么认识我们的 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表现 丰厚的收入 在社会上很有名望地位 然后来荣耀神吗 从这一段经文看来 好像不是这样 门徒卖了耶稣 那是一个黑暗的时刻 可是那也是一个荣耀的时刻 耶稣将要上十字架 那是一个羞辱的记号 可是那也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彼得想要跟着耶稣 可是耶稣说 我要去的地方你不能去 彼得急了 甚至告诉耶稣说 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我们相信彼得心里所想的 以及所讲 可是事实是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彼得的软弱我们也有 彼得三次不认主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面临一些生命当中 重要的抉择的时候 我们也会进入那个软弱当中 各位兄姐妹 到底基督徒 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 展现在这个世界呢 这段经文很郑重地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那就是彼此相爱 耶稣用他自己做榜样 他用他无私的爱跟牺牲 做榜样 他为这一群他所爱的儿女们 神的儿女们 摆上了他的生命 对于一个倒成肉身的 耶稣基督来讲 我相信定时架 其实是一个羞辱的记号 可是耶稣却在这个时候说 这是荣耀的时刻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着荣耀 最近我在看 一位孙礼连牧师良的 他的日记 在今天早上我看 他的日记是1967年4月29号 他所写的 他写到一件事情 有关于他的孩子 因为他在台湾的服饰 必须要暂停 需要终止 他需要回到美国加州那里 因为他要安顿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 他希望在那里 为他找到一个房子 让他可以在那里 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而牧师娘跟牧师 要立刻赶回台湾 在那个信当中 他的儿子患了如此重的病 可是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他请弟兄姐妹带导 后面的大篇幅 他谈到的是 澎湖的医药院 他谈到的是 屏东三地部落 他谈到的是排湾族 他谈到的是 许许多多少年之家 他心里所关心的事 各位兄姐妹 很多时候 神的儿女 当在选择世界 当在选择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如同耶稣一样 而那个选择 很多时候是牺牲 耶稣告诉我们 要彼此相爱 那个彼此相爱 不单单只是挂在嘴边上而已 那个彼此相爱 是发自内心 而且是一种体谅跟了解 耶稣早就知道彼得会不认他 可是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责备 这位他所爱的门徒 耶稣谅解他 耶稣理解他 在生命当中 所遇见的这一些困难 彼得生命当中 也有一些的弱点 但是神仍然爱他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彼此相爱 是出于爱心 出于接纳 出于饶恕吗 当我的孩子 还很小很小的时候 有时候半夜 常常会起来 我需要去照顾我的孩子 特别师母 教会的服事 跟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上 常常会面临很多的一个挣扎 很多的张力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 我就想说我就早一点起来 然后可以来帮助师母 因为孩子很早起来 然后我就帮他换了尿布 然后把这个尿布拿去丢掉 然后帮孩子们洗衣服 结果因为太早起来 脑筋还没有很清楚 我竟然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 当我把孩子的尿布换完之后 应该要把它放在垃圾桶里 我竟然把它丢在洗衣篮里面 之后我就想说 孩子的衣服总要洗吧 一大清早我也迷迷糊糊 就把洗衣篮的所有东西 往洗衣机里面倒 然后就开始洗衣服 各位兄姐妹你可以想象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的太太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解决我所制造的麻烦跟问题 可是我感谢主他理解我 他完完全全的理解我 不是要让事情更麻烦 他知道我想要分担 他知道我想要帮助他 虽然结果不如我所预期的 也不如他所预期的 各位兄姐妹彼此相爱需要有体谅 如同耶稣体谅 这些门徒的软弱一样 我最近看一本书 这本书讲到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 这个故事谈到有一个老人跟一个孩子 当在清晨的时候 这个孩子在海边散步 这个老人看到这个孩子 一直在海边忙一件事情 忙什么事呢 这个孩子在忙着 把被潮水冲上岸的海星丢回海里去 因为接下来太阳要升起来 来不及回到海岸上的这一些 海面上的这一些海星 可能会被塞死 这个老人家很疑惑地问这个孩子 你知道这个沙滩上有多少的海星吗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愚蠢吗 你没有办法救全部的 这个孩子举起他手上的海星 告诉这个很有智慧的老人 我知道 我没有办法救所有在沙滩上的海星 可是我知道我手里的这一只 我可以救它 说完了 他就把这一只海星往海里扔 各位弟兄姐妹 特别各位 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爱的神的儿女们 神给我们彼此相爱 不单单只是一个提醒而已 我相信那是一个命令 在彼此相爱当中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更多地 用无私的爱与牺牲 来看待你对神的爱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也更多地彼此的体谅跟了解 来接纳对方 真实地去面对每一个 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你如果说你爱那位主 却没有办法爱在你眼前的 这位弟兄 圣经说你是说谎 各位兄姐妹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那个孩子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救所有的海星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珍惜每一个上帝 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 包含他们还没有认识神 我们都可以爱他们 我要邀请各位在电视机前面 电脑前面的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为自己祷告好吗 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天领受耶稣彼此相爱的命令 我们专心地注视的那一些上帝 把他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 你接触的人很有限 我知道 可是每一个上帝 把他摆放在你的面前 可能是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可能是你的邻居 不论是谁 求神帮助我们在主里 彼此切实相爱 我要邀请你一起在主人面前 我们同声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主啊 这个孩子们 主为自己来祷告 主啊 这个谢谢你 让我们自己送你的爱 主 当我们自己送你的爱 主我们也清楚知道 爱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也有信心地让我们更多人 聆取 我祝你帮助你的 你们 主啊 谢谢你 爱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也有信心地来的一方 谢谢你 主啊 你说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如今最大的是爱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用那永远的词爱爱着我们 主啊 用永远的词爱来吸引我们 主啊 很多时候 主啊 我们彼此相爱 主啊 那爱 主啊 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主啊 甚至是出于私欲 主啊 出于 主啊 是这样的不完全 主啊 但是我们知道 在你里面有那无条件的爱 主啊 是牺牲的爱 主啊 今天早晨 主啊 你指教我们 主啊 你圣灵帮助我们 主啊 真实的领受从你而来 主啊 那无条件的爱在我们里面 主啊 充满着 主啊 你牺牲的爱 主啊 主啊 虽然我们不能 主啊 但是我们依靠着你 主啊 我们就凡事都能做了 主啊 今天早晨 让我们领受这份爱 主啊 就使我们能够彼此 切实的相爱 在主的里面 主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牧师要继续邀请 贵中姐妹来祷告 不单只为你自己 为所有神的儿女 为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 很多基督徒我们被限制在 我们只单爱那些基督徒们 我们需要去爱那些 我们不喜爱 甚至那一些还在罪中的人 我知道很难 但是那爱不就是牺牲吗 那爱不就是谅解 可以接纳他们吗 彼得就是这样的被耶稣所爱 好不好 我邀请你一起来祷告 为全天下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 愿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主的面前 领受主那爱的命令 爱那些基督徒们 也爱旁边那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人 可是他们仍然被主深深的爱着 好吗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耶 主我们感谢祢 父孩子 谢谢祢 主众安在孩子身边 主啊 单指是有神的那些地方 和消福之类之类 主啊 生活有的时候 是一些很白些不可爱的人 放在孩子身边 主啊 也会有这么爱的孩子身边 主啊 又说还却忽略了体贴祢的心意 主啊 那个不可爱的天使人 主啊 父爱的 主孩子 朋友 主啊 福祉大家 为他们来祈祷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谢谢祢 亲爱的上帝 我们向祢现在祷告 主啊 我们为了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是如此不配 但是祢却这样地爱我们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我们不要再喜欢我们 或是爱我们自己喜欢爱的人 主啊 因为这样子我们跟外邦人没有不一样 主啊 但是祢要教导我们 用祢的爱来爱他们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用祢的爱来爱他们的时候 也包容他们 体谅他们 也为他们祷告 主啊 祢帮助我们走出舒适圈 不要只为了 只在教会爱弟兄姐妹 而是要走出教会 爱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可以帮助的人 主要我们帮助的人有限 但是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眼前所可以帮助的人 让祢的福音传到地极 是 遍满全地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兄姐妹我们继续地来祷告 在主面前的每一个教会 要被称为荣耀的教会 但荣耀的教会要像主所说的一样 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让这个教会被世界所认识 是因为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彼此相爱 教会跟教会之间彼此相爱 教会跟机构之间彼此相爱 教会跟这个世界彼此相爱 因为神就是爱 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记号 就是爱那些上帝所爱的人 好不好 要为你的教会祷告 为你所认识的机构来祷告 我们同生合一 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主啊 神的我们的故事 若没有你的爱而去 如果我们真的做如同彼此 如果想的好样 我们可以帮助还是常常微笑 会来祷告 因为常常会就是 机构不大开手来祷告 我们常常我们在这个彼此 在你当中 主啊我们不能 现在彼此所办上的事后 耶稣基督你帮助孩子们 主啊 基督看见 教会与机构之间 平当同性可以 一起来服侍你的活动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 主耶稣基督 谢谢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啊 是的 我们若没有你的爱 真的如同明的罗 想的罢 主啊 那我们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神我们相信 当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爱 我们更清楚知道 当白白的舍去 因为这是神你白白给我们的 主真的特别为教会 为机构来祷告 主 求主耶稣基督把你的爱 厚厚教灌在教会 在机构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 因着教会的服事 或机构之间的服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猜忌当中 我们不能够彼此信任 彼此的服事 神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爱记在我们当中 我们岂不当放下彼此的成见 同心合一的为兴旺神的国路而作 主啊 你帮助教会跟机构 真的有这样从上头来的爱 更多更多的为这些世上的人 所需要的摆上自己这一份 主我们相信 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机构 都看见这世代的需要 也看见这世代 需要神的灵神的爱更多的交换 让神的父亲透过我们的祷告 透过我们的爱 能够完全彰显出来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你不是要受我们的服事 你乃是要服事你所爱的人 主 谢谢你 舍命成为我们的暑假 也让每一个基督徒 用舍己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 被这个世界所认识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 我们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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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志我们团带领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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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心合一